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话题是著名歌手刘德华 在台湾即将举行的演唱会引发的激烈争论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毫不留情地批评他是媚共艺人 认为他的演出不如民众的安全重要 然而台湾陆委会却强调刘德华的言论并未损害台湾的立场 遵循程序同意其演出并呼吁大家理性看待两岸文化交流 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文化与政治的界限似乎越来越模糊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指出文化和艺术不应被政治立场所左右 并期待所有在台演出的艺人能为自由民主而奋斗 此事件引发了各界的激烈讨论 甚至有媒体人和前立委出面为刘德华辩护 质疑王定宇的立场和言论自由的价值 这样的争议无疑让人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文化交流的未来产生了深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台北小巨蛋的舞台上 刘德华本该在台风康尼的呼啸声中再度引然观众的热情 但一场风暴不仅仅来自于天空 事件的源头是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在社交平台上发的一则评论 他的言辞犀利只指刘德华为媚共艺人 并质疑其在香港反修例事件及两岸关系中所持的立场 王定宇的言论迅速引发轩然大波 也把刘德华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根据星岛日报的报道 台湾的康尼台风在10月31日袭来 导致刘德华原定的演唱会无法如期举行 虽然最终在台北市政府的协调下 演唱会被推迟 但王定宇的批评却没有随着风雨而平息 他在Facebook上直言 人民的安全远比所谓的媚共艺人的演唱会重要 暗示刘德华的政治立场问题 然而这一指控并未得到各方的支持 台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迅速回应 强调刘德华的演出申请完全合乎程序 并未损害台湾的立场或人民情感 他指出应该以积极的态度 看待两岸正常的文化交流 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包容和尊重是保障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 面对这个争议 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表达了看法 他认为文化和艺术领域不应被政治立场所绑架 虽然大陆有时会将政治压力施加在艺人身上 但台湾始终是个开放的地方 艺人在这里因为自由民主而创作和表演 媒体人与前立委的声音也没有缺席 台湾媒体人谢寒冰直接指出 刘德华作为一个中国人 他的政治选择不应受到批评 并质疑王定宇的态度是否过于武断和排他 而前立委郭正亮更是为刘德华辟谣 澄清刘德华并非中共党员或政协委员 提醒外界不要误信谣言 在这场舆论风波中 刘德华成了两岸关系和言论自由的焦点人物 一场小小的演唱会 却因为台风和政治评论 演变成了一场关于自由包容和文化交流的思辨 不同声音交错碰撞让人不禁思考 在多元化的社会中 我们如何更好地包容理解不同的声音 在璀璨的舞台灯光下 63岁的刘德华依旧是那个不老的男神 他的魅力丝毫未减 这位有着无数粉丝的巨星 似乎永远在挑战自我 就在上周 他在今天East Day巡演中 惊险地完成了一个让人折舌的动作 四公尺高的升降台上 帅气地进行了一次划跪 这位天王可不是在开玩笑 上次在上海 他就因为这样一个滑跪 险些因为煞不住 这直接坠落舞台 那一幕惊得台下的粉丝们心惊胆战 可谓是惊险过山车 甚至有人当场就哭了出来 事后 刘德华不得不亲自道歉 安抚粉丝们那颗被吓破的小心脏 就在大家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时 刘德华再次宣布 这次演唱会不止要唱 还要完命表演 他说 大家不要担心 我一定会小心的 这位在舞台上如鱼得水的巨星 似乎天生就对困难情有独钟 台下的粉丝们平住呼吸 似乎连心跳都要暂停一般 当划跪一结束 刘德华稳稳地站在台上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 台下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仿佛在为自己的偶像庆祝 劫后余生 练习 一首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 刘德华用他那深情的嗓音 瞬间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 谁能想到这位年过六旬的偶像 依旧在用他的方式挑战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境地 对于刘德华来说 每一个舞台都是一场新的冒险 而他似乎乐在其中 永远无惧无畏 或许 这就是刘德华的魅力所在 他的勇气和坚持 让人们不禁为之动容 而这一切也正是他永保青春的秘密吧 当媒体纷纷报道这场惊险演出的同时 刘德华却选择用一种轻松的语气回应 他在接受采访时笑着说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害怕 不过看到大家的反应 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他的幽默和淡定 总是能化解一切紧张氛围 让人觉得这位巨星就像是个亲戒的老朋友 无论是上台还是下台 他都用同样的真诚对待每一个热爱他的观众 刘德华的演唱会 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 更是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享受 在这样一个夜晚 他不只是那个站在聚光灯下的偶像 更是一个用心倾听观众心跳的人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 都在与他的歌迷进行着无声的对话 正如他歌中所唱 生活如同练习 而每一次舞台上的表现 都是一次全新的历练 他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着不老的神话 也用自己的坚持 演绎着属于他的传奇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刘德华被扣上媚公艺人的帽子 实在是无稽之谈 首先 刘德华作为一名艺人 他的演艺生涯和政治立场 并没有直接关联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国家和政治的存在 一个艺人如刘德华 其作品主要是音乐和电影 这些内容并没有损害台湾的立场 因此 台湾陆委会的回应是非常合理的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中 我们应该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 而不是以政治的眼光来审视一个艺人的每一个动作 如果用政治立场来限制艺人交流 这不仅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也是对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 艺术文化领域本应是超越国界 超越政治的 维护这样的环境 是对自由言论的真正捍卫 楚天书 我理解你对艺术与言论自由的看法 但我们不能忽视艺术家在政治背景下的影响力 刘德华作为公众人物 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赋予政治意义 在一个两岸关系如此紧张的时刻 刘德华若持有媚共立场 对台湾的民众情感是一种触动 正如卓荣泰所说 文化没有政治立场 但现实是复杂的 尤其在两岸问题上 大陆确实可能通过文化输出影响台湾 这并不是反对文化交流 而是要求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更加谨慎 这种谨慎并非是对刘德华的个人攻击 而是对台湾安全和民众情感的尊重 毕竟台湾有权选择对自己国家情感和安全 有潜在威胁的人物 谨慎对待 谢琪琪 你所提到的潜在威胁显然是过于夸大了 文化交流是建设桥梁的过程 而不是制造壁垒 刘德华在香港和大陆的知名度 正是他能成为文化桥梁的一部分 他并没有发表或做出任何直接损害台湾的行为 陆委会也已经确认了这一点 台湾作为民主社会 其核心价值之一便是言论自由 而拒绝或批判一个仅因其政治背景的艺人演出 实际上是对这一核心价值的损害 更何况 刘德华在演艺圈的贡献 以及他在华语世界中的影响力 是不容忽视的 通过这样的文化交流 台湾能更好地展示 其开放与包容的社会形象 而非封闭与敌对 同时 我们也不能忘记 强大的文化交流 往往能带来更好的理解与和平 楚天书你的观点有其理想性 但在现实中 我们必须考虑更为复杂的因素 刘德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而他的立场 也可能被民众误解为 支持某种政治意图 正如你所说的文化桥梁 如果这座桥梁 反而让部分台湾民众 感到被冒犯或不安 那么是否值得重新审视 其存在的必要性 我并不是说 我们应该全面封锁文化交流 而是需要有一套标准来衡量 在当前两岸关系如此紧张的背景下 哪些交流是合适的 哪些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政治纷争 郭正亮的观点也很明确 如果刘德华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 外界的传言也没有证据支持 那陆委会的标准就应该清晰明确 而非模棱两可 让政治争议成为主角 谢琪琪现实确实复杂 但正是这种复杂性才需要我们 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海峡两岸的关系紧张 正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沟通与理解 而刘德华这样的艺人 正是能够促进理解的媒介之一 通过音乐和艺术 许多潜在的误解和敌意可以被化解 刘德华的演出并没有任何政治宣扬 台湾陆委会已经确认他没有损害台湾的言论 继续他在台湾的演出 恰恰是对自由文化交流的一种支持 艺术界的一次次交流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和理解对方的文化和价值 而如果我们因为一种为证实的政治立场 而阻断这样的交流 正是把政治问题复杂化 掩盖了问题真正的解决方案 理解与和平共处 楚天书 我同意理解和和平共处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但我们不能忽视当前环境中的风险 正如世界历史上 许多文化交流实力所示 政治是在文化交流中绕不开的话题 例如 冷战时期的文化交流也被层层限制 以避免间谍活动和意识形态渗透 我们要承认的是 虽然刘德华的演出没有直接的政治宣扬 但在一个复杂的政治背景下 没有什么是完全没有政治意义的 台湾的言论自由与开放性是要保护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上的敏感性 未来的交流应该更加透明与互信 建立在对双方民众情感和国家安全 都充分尊重的基础上 确保两岸的文化桥梁 不是被误解和争议所淹没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和写齐齐的辩论 围绕住艺人刘德华在台湾的文化交流问题 我认为这场辩论充分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并引发了对艺术政治与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 楚天书的论点强调了艺术与政治的分离 认为文化交流应该是超越国界的 他指出 以人如刘德华的演出不应受到政治立场的影响 并强调这样的限制会损害言论自由 然而 这一观点在当前的两岸关系背景下显得过于理想化 文化交流固然重要 但在一个政治敏感的时期 忽视政治背景可能导致误解和矛盾的加深 谢齐齐则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提醒我们要考虑一人在政治环境中的影响力 他的观点强调了慎重对待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并指出在两岸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刘德华的演出可能被解读为政治立场的表态 他提出的潜在威胁概念 虽然可能被楚天疏批评为过度夸大 但却反映了台湾民 重对于文化交流的敏感性和警觉性 这场辩论的焦点在于 如何在言论自由与政治敏感之间取得平衡 楚天疏忽于包容与理解 主张文化交流应该是解决误解的桥梁 而谢齐齐则强调 在交流前应有明确的标准 以保障台湾的安全与民众情感 两者都有其合理性 然而 问题的核心在于 如何在尊重艺术自由的同时 考虑到政治背景带来的复杂性 总结来说 这场辩论展现了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 楚天疏的理想主义与谢齐齐的现实考量相互交锋 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和政治的交织 未来的文化交流应在促进理解的同时 兼顾各方的情感与安全 从而建立更加稳固的文化桥梁 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深入的讨论 促进两岸的理解与和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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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